哈囉各位親愛朋友早上好 我是爸爸草人 那今天是2023年的5月23號禮拜二 在三天的話會推出一個非常佛心的活動 叫做百分之百祭壇的祝福 就是如果說你有喜歡的魔靈 你把它放進來這個祭壇的祝福裡面的話 那麼假設你抽到五星魔靈或四星魔靈 你就會抽到這個輪盤裡面你所放置的魔靈 非常佛心 而且他到時候呢也會推出一個活動 可以讓你拿三張超越卷軸 所以5月26號記得那些活動一定要參加 好那來講一下 這戰場的部分的話呢 我目前已經152名了 而且我也沒有很常打 那為什麼可以152名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在戰場裡面 都是帶這個陸菲娜斯在點人 這個前幾天的影片我有分享過 那為什麼陸菲娜斯在戰場很好打人 來其實在戰場的部分 我們主要呢是打玩家 不是打這個魔靈 所以其實帶什麼屬性的魔靈都沒關係 主要就是這個魔靈輸出要高 能夠順便把別人秒殺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陸菲娜斯的話呢 剛好就是有符合這個特色 因為其實打戰場的話 很多人都會帶火上拳 或者是水沙 那火上拳可以為這個召喚師上無敵 那水沙可以為召喚師上這個血量護盾 這個都很棘手如果說你沒有 你點到滿 他的倍率非常高啊 而且他的這個魔力消耗 只需要消耗三魔力而已 倍率的話我們來算一下 每次攻擊力的331.8%傷害 兩下嘛 然後在最後一下是這個攻擊力232.2%的傷害 這個是範圍的331.8%加232差不多 331.8%乘以2 662 663.6% 算664好 664再加232的話 大概是896 896差不多就是快900% 那如果說呢 對方他的血量啊 好是滿的話 那麼會再多100%乘以3嘛 因為他下面有寫目標體力 每一趴的話 三下量增加一趴 那因為他打三下 所以你要算300% 所以倍率的話大概是1200% 所以他可以打出一個將近1200% 無視奇怪怪的盾的一個傷害 很高 真的很高 然後他這個終極暴風之劍也非常噁心啊 就是他打的傷害我算一下 422.3嘛 加100% 如果說對方是滿血的話啦 好 那就是522再乘以3 就是差不多倍率1500多 將近1600 那這一招的話打範圍的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有一群人 距離在一起 他可能就是個兩好 想要兩三個一起打 的話 對不起 如果你終極大招滿了 你衝過去 把這招放下去 就有可能拿掉兩三個人頭 好 這個是我目前在戰場上操作的一個手法 好 那 至於說呢 有其他的模擬 也是有這個無視減傷護盾 但是他的這個瞬間的輸出 就比較沒有那麼高了 好 這個水貓我們就不看 因為水貓的話 他只有這一招 只有2技可以放 你看 而且他倍率很低啊 才746爬而已 好76爬 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這個卡烏格 卡烏格的話呢 他的瞬間也不夠高 瞬間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691爬 然後這個是 4 這個打兩下 828爬 倍率不夠高 而且他又是四星模擬的關係 所以他 主要的基礎攻擊也不會很高 好那這一支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月鷹 好月鷹 月鷹的話 我看一下 按五女 點錯 對不起 點這個 點這個 好 他 第二招 第二招技能的話有無視減傷效果 然後這打幾下 打4下 然後倍率的話 哇這個就厲害了 不過他只有那個追加攻擊 有那個無視傷害減輕效果 然後那一般的攻擊沒有 那他這個要無視傷害減輕效果的話 需要有 擁有攻擊率增加效果的時候 才會啟動的 好不過如果說 他打那種 一般的玩家的話 倍率真的是有夠誇張的高 你看哦 228.2嘛 加207 差不多是435 435打4下 哦那倍率將近17008 真的很高 真的這個厲害了 不過正常人不會擁有他 所以我們就不看他 而且呢 他無視傷害減輕效果也只有追加攻擊 如果只算追加攻擊的話 倍率大概是800多% 那也是比這個風魔劍還要再少一些些 好來看一下這一支 這支的話很多人很喜歡拿來比較 這個卡朗比 就是火 火瑞雲 那火瑞雲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倍率 他倍率的話就 比較低了 好這一招的話呢 打兩下 那第一下是121.8%的傷害 無視目標傷害減輕效果 那第二下的話是22 所以加起來才300多% 怎麼那麼低啊 好那這一招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零轉換 好這個是508% 所以很明顯都比風魔劍還要低哦 但是其實火瑞雲主要 是在於說他的這個攻速很快 所以如果說你打那種王啊 無視傷害減輕效果的話 其實他還蠻好用的 他的那個 瞬間輸出會比風魔劍低 但是他的這個長期的速度就不一定了 如果說他的速度加速到夠快的話 加速到夠快的話 他這個雷接傷害是很可觀的 好這個就是簡單的分享啊 但風魔劍的話 戰場真的是好用 好因為戰場的話 就是最最討厭就是那些盾了 好那剛好風魔劍可以完美的克制 而且也不用暖機 好不用暖機 因為像如果說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帶這種 欸對不起 我還是在講一下好了 好有些人可能很喜歡帶這個風隙嘛 那其實風隙的話呢 也沒什麼不好 那就是就是他需要暖機啊 暖機就是說可能需要先有一點時間 好讓他慢慢的醞釀之後 傷害才會比較高 好風隙啊我的風隙 啊對好我沒有風隙 好風隙的話在這裡 好風隙呢 他的這個技能啊 有沒有看到 他都是要要對方有這個弱化效果 好他這個倍率才會高 倍率才會高 那我們打正常的話 都是秒來秒去的嘛 也沒有什麼時間去累積這些弱化效果 所以其實風隙的部分的話 在應用上就比較辛苦 而且重點是 他無法打穿那些無敵盾 血量護盾 所以真的 正常你要拿這個風隙來打人 真的有難度在啦 但是打副本的話 他確實好用 你跌了一堆這種奇怪怪的debuff之後 他傷害確實會突破天氣的高 但如果說打正常 真的就沒有什麼暖機的話 其實 這個風魔劍真的就很推 所以你看人家滿血 就是可以多100%的一個傷害嘛 對不對 所以 站常唯一推薦 風魔劍 如果不好用的話 對不起 那我就虧欠你們了 到時候我再看看 要怎麼樣補償 你們 好啦 我要準備出門上班的東西了 OK 各位朋友 祝福你們玩得愉快啦 掰掰